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是许禅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黎智英的案件 终于来到陈梓华出来作供 这个人一反过来就订阅黎智英 也爆了他和黎智英之间WhatsApp的对话 可能你说 陈梓华为什么他会认识黎智英 当中牵涉了祸港四人帮之一的李柱明 就穿针引线 帮黎智英找了这个弹散 叫他做搏脚 他某程度上真的可以跟黎智英联络 甚至乎黎智英也希望透过陈梓华 向这些勇武传话 整件事挺有趣的 这样传了什么呢? 例如 我稍后会详细地说一下庭上的作供 希望叫这些勇武不要去到这么短 因为现在的暴力情况失控 还想跟他们说 你们勇武吧 不如继续一个大台 你们越来越过分 有屠龙小队 又说什么拼 又说什么非杀面具 哇 三三五岳 什么人都有 整个大台好没有 然后那些勇武就骂他了 有没有搞错 打就是我们在前面打 拘捕的也是我们在前面被人拘捕 你们说在后面起大台 起大台是谁说的? 这个陈梓华就跟他们说黎智英说的 这样啊? 所以勇武就会立即吓吓大笑 觉得你认识黎智英? 那他们就说你认识黎智英? 我认识特朗普 这样啊? 初初都不信 真的不信 要逼你信不信 如果你是勇武 那也是合理的 一个大人物 一个小人物 那大家怎会有交杂才能的? 真是很难让人相信 例如说你认识黎智英 我认识特朗普 很不信 怎会认识黎智英 什么陈梓华 其实上当年商台也发生过类似的趣事 就是余曾当执长的时候 他有一次打电话 自己打电话在某个部门 有个小职员听电话 他又问你是谁 他说我是Winnie Winnie? 谁是Winnie? 很多人都叫Winnie 余曾真的叫Winnie 我先说清楚 他说我是余曾 可能那个女职员 没有想过余曾会这样打内线 什么? 你叫余曾 我叫池羹 他把池羹收起来 你能解释了 没错 然后他的下场就很快被人解释了 你这么喜欢池羹 你回去就去买池羹 这个也挺有趣的 其实这一次也是一样 你认识黎智英 我也认识特朗普 现在爆发出来 黎智英都对于这些暴 他们口中的勇武所做出来的行为 都是觉得很震惊 也很担心他们的暴力行为 去到这样的话 会失去所谓的国际支持 为什么很担心 这群傻子 黎智英担心来也没用 你可以制止他们吗? 其实他是想试图制止 但他有我已没理由自己叫做出面 我们看到整件事 他们有三不政策 就是不督灰 不切割 不批评 如果黎智英 你都不满这些黑暴他们所做出来的行为 你看看你自己 为什么搞成这样 你又不在报纸上谴责他们 你又不敢谴责 你又是 你又支持他们 但这群人越做越过分 又不听你知 我们就谈谈 尤其是哪件事 在法庭上显示陈梓华和黎智英的对话 怎么说呢 就是对于发生在之前的一天 当时的马安山天桥烧人事件 黎智英就用英文传讯给陈梓华 大致上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 看到那个男子 被这些言译体烧着了 令他觉得很害怕 提及到这些黑暴分子 所谓的年轻人和勇武 应该有领袖 令黎智英这么担心 也真是活然大怒 马上 第二天就立即约着陈梓华 去他的艾宅家里吃饭 去到的时候 原来还有这个 当时民主党的 林卓廷 李永达 还有 李卓河 也有份一起去吃这一餐饭 在吃这一餐饭的时候 原来黎智英也是大大力去批评这一宗烧人事件 我想大家都猜不到 我们见到当时的那些 林卓廷 或者那些泛民 他们都不是说 太出声这一宗 就是去谴责 他们都不会说去谴责 去到这么大件事 他们都不会出声 很人渣 这些严重的罪行 你不谴责 就因为不切割 不批评 不督灰 这个 最高指导原则 竟然不肯谴责 就证明你这班人 是没有道德底线 是不是 但是 他们表面上 是这样 但是原来又对着黎智英 黎老板 就是另一副的狗相 你没有搞错 形容他们狗 这班人 狗都不如 原来 黎智英大力批评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这些什么李卓河人 是附和黎智英这样说的 原来他们这班人 都跟了黎智英的拍子 我不知道是否见到黎智英老板 在这里 黎智英老板这么生气 对啦 勇武 那些黑暴 就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要用到这个程度 还是怎样 但是 你们对着媒体的时候 这一件事 你们的屁都不敢放 你们害怕得罪 黑暴 人渣 这些事 真是 拿人命的 虽然他们很多时候 都是跟拿人命 没有分别的 然后 黎智英的角度是怎么看的呢 所以你看 黎智英 你自己这些人渣敗类 你都不敢在你的《苹果日报》 写这些出来 去譴责他们 他自己都说的 这些勇武派 没有组织 没有分寸 越来越濫用暴力 他自己都懂得说 他自己都觉得这些人 已经是濫用暴力了 你还支持他们 你看看这份报纸 和身边的小伙子 是吧 明显就过了界 你自己都接受不了 但是你不出声 你不带来谴责这些人 傻的吗 连你自己都失败了 这些就是报应 是人渣 他那时候怎么说呢 他说担心 如果搞出人命的话 就会把整个反修例 都会失去道德高地 和国际支持 意思是 不要有警察 因为这样而无命 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看这些人 或者不要拿了人命 例如像烧人那些 假设那个人真的离世 他们就失去了那个支持 这些人 那些什么国际支持 都是假的 老实说 他们在上水 扔砖 令到清杰工 裸白 没了一条命 那里 你没去到那一天 之前 已经是没有道德高地 有什么道德可言 这些人是人渣 没了 是呀 大家还记得吗 天桥烧的事件 他们还说叫那个人 快点走 你挺坏的 拿人命 都没有考虑要去自首 或者是有内疚丁点 而都没有 等于扔珠 令到裸白 没了一条命的人 到了今时今日 他都不知道去了哪 亲手去扔那个 那个都不知道 现在如何 这样都有 道德高地 这些人 根本没有人性 根本上 还说 黎智英对于 黄蓝是政见 黑白是良知 原来他做了下一句 你怎么样 送过什么 他说 有些底线 是需要 建守的 还说 陈子华的意思 黎智英要求他 联络勇武派的领袖 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说 你认识黎智英 我认识特朗普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即是希望他 这些勇武 就克制一些 还说黎智英原来他心里面 或者他本来都是希望 和理非 是主要的 抗争手段 这些黑暴的暴力 不是没有 但最主要被人看到 是叫做和理非 再说下去 就去到 中大 保卫战 和理大为成的 对话 原来 在11月16日 黎智英 就向 陈子华 转记了 中大的公告 已经被黑衣人 占据了 黎智英 就问 陈子华 知不知道黑衣人是哪个 挺有趣的 他是想找一些探紙 帮他收封 挺有趣的 知道来做什么呢 有什么用呢 我想想 你这么大份 《苹果日报》 记者是死的 记者可能 一下班就 回家睡觉了 免得你 会不会这样 又或者 这个肥佬 他的股額 支持在哪里 他不想 让记者知道 原来他心底里 他是敢敢敢想 或者是 希望叫做和理非 但一方面 他要依赖 这些暴徒 搞事 大事破坏的 报道 来争取 这些人的支持 就像撑黑暴 来支持 但他心底里 那句 又很害怕 会失去了 国际的支持 也不想他们那么瘋 你们是做这些暴力 是有 但就不要叫他那么多 你怎么控制得到这些人 找些什么 陈梓华 想去传话 你不是傻的 是不是 真是傻 陈梓华 回答他 他说 由屠龙小队 Black Block 他们 那些队伍组成 不过 都是 没有什么 纪律人士 简称什么 呼吸之众 没错 全班废宅 最惨是什么 这些人渣 只是大事破坏 其实也知道 他们心底里 知道的那一套 和他表面上做给你看 支持这些黑暴 是两回事 你们这些 这些所谓的 俗称叫做黄尸 你们看得出 黎智英 不是心底里 真的支持你们 这么做的 傻子 是不是 还有 陈梓华 在庭上也有解释 他说 在收到黎智英的讯息之前 其实已经 了解到 这些人 已经佔领了 中大 还是什么 因为 画面 很夸张 黎智英 他挺搞笑的 他看到的照片 打破了中大 打破了理大 他是想知道 究竟现场是否真的 为什么 他会觉得 不是真的 不真实吗 你当了什么 你不是听了 萧若元说吗 萧若元那时候 不是说萧若元那件事 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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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电影这么多 我知道是假的 白痴的 你这样来到 是 我都不明白 那时候 人们是迷了 什么 你看萧若元就是其中一个 是迷了下去的 所有坏东西 都当看不到 就是这样的原因 见到个人 萧若元是假的 假的 你说 他说是假的 不如你说是假的 萧若元 你给那些 什么 电影的防火膏 那些 我帮你查 你说是假的 我帮你查 我查完 接着萧若元 我看看你是不是 到时候萧若元 萧若元是否会完 你的性命 会完 是吧 可能不知道 黎智英听得多这些 以为那些照片 是假的 还是怎样 真真假假假 假假真真 他都不懂 然后 然后就叫肥佬 陈梓华 叫肥佬 去多点留意 原来有屠龙小队 原来他们有很多小队名 有一队叫中二栋 很有趣 第能 有一队叫闪灯 菲萨小队 有一队叫毒蛇 毒果就看毒蛇 有一队叫Ping 有一队叫粉红 他就说 因为这群人 领导着一队 就做出了 令人无法接受的 暴力升级 难怪 为什么苹果 会去访问这些人 就是这样 噢 接着 李大 所谓的围城 都被警方搞定了 后 原来黎智英 也有向 陈梓华 传讯了 他们好像变了 不友 好像两个人聊天 黎智英有些事情 收拾了 又不敢跟人说 就会向 这个陈梓华 就会说 很有趣 黎智英就是想多些接触 那些 落场打的 那些人 所谓的前线 想了解 甚至乎 操控他们 会不会是 有这样的目的 他操控不了 但他又很想知道 想操控 但你又没有理由找 黎智峰 叫你帮他操控 勇武的 又不行 而且这些 黎智峰 就是大喇叭口 到时 爆了你的东西 或到时 拿这些对话 来威胁你 又是麻烦的 所以 找这些 陈梓华 这些 可能会好一点 黎智英 怎么说 这次 警方大胜 把我 最精銳的人一网打尽 希望 昨天逃出来的人 都是勇武精銳分子 但这次 我们太天真了 原来黎智英的角度 都觉得你们这班人 所谓的叫做李大为成 是好天真 白痴仔 你还拍了一套纪录片 叫做李大为成 你们不是弱智 以为自己很有型 但在黎智英眼中 你们是白痴仔 太天真 天真嬌 但黎智英没有公开批评过这班人 还在报纸上写得 你们好像很英勇 是的 你要说他玩什么 黎智英你这个人 你现在是 说这些什么 究竟是不是真的 其实那份报纸 没办法 已经上了 不归路 绑上战车 一定要 去帮这班人 做好他 唱好他 黑都唱成白 然后警方 明明是对的 你都说到他们是坏人 又要做什么新屋 领 出来的 什么 所以现在 再见到 黎智英挺有趣的 想借陈梓华向勇武说 呼吁 24号 大家不要生事 或者之前那天都不要生事 因为 11月24号 是区议会选举 就说 希望在区选前 和那天 勇武派 就不要出来搞什么暴力抗争 他说 想建构一个 横跨勇武和和理非的大台 你是不是傻的 黎智英 是白痴 乱说24 所以 他这么傻 反而更加令我怀疑 他现在说的事是不是真的 但是这些WhatsApp的对话 已经显示了 其实间接地可以看到 黎智英 他的报纸 他的读果 继续读那些人 写得好像很兴奋 但是他背后 就很担心 好了 在所谓 区议会大胜之后 其实 胜利的背后 黎智英 也是担心到 睡不着 他又传了个什么 message 出来 他说 原来为了理大那里的失败 他是辰转反则 是不是就来死得 这样的 自从 理大失败了之后 我也这样想 现在是组织领袖团队的时候 我星期三 与泛民大佬 谈好后 找几位 提商讨 可以吗 挺有趣的 他的意思就是 黎智英 他除了毒果之外 他真是在背后 想组织这些人 事实上他们 都没有大台 既然个个都说自己没有大台 自发组织 你怎么可以组织到他们 为什么呢 很搞笑的 原来 黎智英 他搞了什么 的 果之后 原来他有跟 陈梓华 去说的 他说应该要 结合街头力量 议会力量 国际力量 这样才可以延续 反修例的 热情 他说如果这样的话 就可以叫做推爆 政府 爆了之后又怎样 白痴 你做吧 你做总统 很愚蠢的 想起这些什么 一个这样的人 不是说没有见识 在香港 赚很多钱 为什么在这些事情 上面 这么幼稚 这么天真的 我都拗了 到现在 你看 现在特区政府 未爆 或者你希望的 资爆 都未爆 但是 你的壹传媒 已经爆了 早就灰飞烟灭 神经的 他说推爆的政府 就可以逼到政府 回应市民的诉求 原来李智英 也是白痴仔 我逼到你快要爆了 那你就要回应我们的五大诉求 原来李智英也是白痴 他也是渴望五大诉求 是缺一不可的 低能仔 真是低能 太天真 你们都是痴痴呆呆坐在一起 怪不得会走在一起 对了 整班都是真是短的 物以理罪 精彩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李柱铭 我们有机会 再和大家 讲一下 法庭上的 讲法 可能会想 有个李柱铭出来 穿针隐线 为什么不拉起来呢 我觉得 当中有一句说话 非常有远记 不过今次太长了 有机会 我们另外差一次再说 好吗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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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